订阅傑斯频道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集结力量 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无论以前的苏共也好 或是今天的中共也好 就好讲一样东西叫做集体主义 在集体主义之下 就几乎没有个人主义 个人其实就像一个细胞 动下都讲牺牲 所谓叫做牺牲小恶就完成大恶 在以前读很多共产主义的历史 其实特别是上世纪 很多人都会研究一个很学术性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俄罗斯会成为 几乎是第一个共产主义 能够落地生根的国家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因为很多上世纪美 19世纪美或者20世纪初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 马拉斯主义最有机会 就是人育成功的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 马拉斯的故乡特国 或者还有就是英国 因为只有这两个国家 是在18、19世纪 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阶级的 秩分 在英国 在德国 特别是 比斯密统一之后的德国 其实也有很明显的 一个有贵族、地主、龙奴 或者还有 有功龙 就是这样一路分 很明显的一个阶级之分 那你有一个阶级之分的时候 才会有马克思说的那一套 阶级斗争 但是很奇怪地 就会在俄罗斯这个地方 就诞生第一个共产的国家 由列宁去发动这个革命 所以很多人都会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 这个答案其实就是 你可以先撇开马拉斯主义的那套理论 就回到俄罗斯 或者是今天的中国 都有一种很能够 就是 孕育 这个共产主义的土壤在那里 那种东西就是 奴性 这个是我纯粹 我自己的看法 那奴性就是 其实你看回俄罗斯 就是在帝王的年代 其实他们已经很讲 那个集体主义 个人摆到最轻 个人的牺牲 去成就整个国家 甚至去保护王权 这些是非常强调的 特别是你如果很明显地看看 19世纪初的时候 这个纳破仑 和法俄的战争 打到进去莫斯科 最后俄罗斯在近代的历史里面 试过两次 一次就是拿破仑打进去 一次就是希特拉打进去 你也看到 俄罗斯人特别在莫斯科战役里面 那种焦土的政策 是会视个人完全如困土的 然后你才可以在明明是输 但也可以扭转劣势底下 但是换你的代价就是很大的牺牲 那你也会看到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 所以如果你问我的看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共产主义 我想最强调的就是 所有的人都不视自己 视个人为一个很重要的个体 牺牲就牺牲 国家自上 这些才是很容易去 孕育共产主义 甚至是极权 是很容易在这些地方 是孕育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明白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都是这样的 因为每一个个人的劳性 其实实在太重了 很根深提估 为什么会说一下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由董建华给我想起 这几天其实就... 加拿大时间的星期六 就... 大概是香港时间的星期日 26日 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外媒 特别以台湾为主的外媒 都有报道到董建华的 细小的消息 但是回来 我现在拍片已经一天多两天了 香港的媒体一直都没有 这个的报道 甚至... 黄论香港政府有没有官方的消息 去报道 董建华的新死 当然没有人会... 我相信也不会有很多人去... 就是... 留意或者在意 关心董建华 究竟死了没有? 但是... 看看一个人的死 都要搞这么多事情 那这个如何去解读呢?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集体主义的精神 因为... 特别在... 今天几极左的年代 即共产党这七八十年 都有不同的时候 相对地... 可能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江泽民、胡温 交为开放一点点 这个只是相对 因为相对的就是毛泽东 或者今天的习近平 毛泽东和习近平 绝对是一个极左的年代 在一个极左的年代里面 个人的生死 其实就是党的利益 这个就是他们的思维 当然是相当之荒谬 但是... 荒谬也是存在的事实 所以今天董建华死 就要由党去决定 我想... 在我拍片... 直到我拍片这一刻为止 党还没出决定的时候 今天... 今天的香港文化 就已经不会再出现 有当年亚士的媒体 第一手去报导江泽民、世世 这些没有人会敢做的 哪怕他究竟... 之后才知道是收错风 还是收对风 其实... 都... 都不会做的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play safe 紧跟党的路线 党... 如果出了消息 董建华死 大家就一起报导 所以这个... 就是... 很想让大家知道 就是今天在... 今天的香港求其... 其实... 在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之下 很多香港人都还没明白这些道理 这些道理... 你看下去好像只有一口笑 其实不是只有一口笑 因为你一路演变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社会的扭曲 不用说那麽多 举一个例子 最近的... 广西的人在沙滩游泳 给了一些东西 咬到... 遍体伦伤 每个人都有些伤口 接着... 然后报导就只是... 被不明的物体咬到 没有人敢... 去... 去讲究竟被什麽咬到 究竟是一条鲨鱼 亦是一条幻鱼 没有人敢说的 因为大家都会揣摩的上意 就是究竟... 究竟说鲨鱼 还是说幻鱼 才符合党的... 就是... 党... 符合党的喜好呢 不会损害到党的利益等等 所以事实和谈话 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面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说出来 不要... 令到党难堪 因为你令到党难堪的时候 你就自己也无云限 这样的思维就会慢慢... 在集体主义之下 人的思维就会开始慢慢扭曲 这些例子多如繁星 我还记得... 譬如说... 好像... 早前有一间... 忘记了在中国大陆哪个地方 有一间大学 有个学生吃了一碟饭 一碟饭里面有个老鼠头 他明明自己也看到是一个老鼠头 拍摄了相片 但是最初的时候... OK 学校找到党委来 接着就说... 指着老鼠头 这个不是老鼠头来的 他就要... 他就要承认这个不是老鼠头来的 直至到... 所以就... 直至到有所谓的平反 所以为什么你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面 有这么多平反的呢? 因为... 因为大家都不是相信真理 只是相信党... 党说的是真理 党说的是... 是谎话 也会变成真理 直至到党有时候 可能修正他的谎话的时候 所以就是... 你会经常看到的就是... 今天的我 打倒昨日的我 这个就...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个... 这个不是只有淡笑的 董建华死不死 是一定要由党去决定的 这些在极左的年代 试过很多铺 例如... 举个例子 70年代的... 7、4、7、5年那些时间 周恩来知道自己患癌症 需要做手术 他都要得到党的批准 到最后 总理的周恩来 是不获批准做手术 那他就做不到手术 那你说为何会这样 很简单而已 因为... 毛泽东都知道他快要死 知道他自己快要死 他要的一个效果就是 一定要周恩来 死先过他 那你说为何呢 因为在... 大概六十年代之后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 毛泽东很担心自己 过世之后 承计他皇位的人 会变成一个苏联的克鲁晓夫 即是好像史太林死了之后 就到克鲁晓夫 克鲁晓夫就拿回这个... 死了的... 即是... 史太林出来辨尸 所有... 苏共犯过的错误 在那期截一截数 全部归落死了的史太林 他就很担心这件事 所以... 毛泽东有成... 最后晚年的那十几年 其实搞了这么多事 干什么呢 又文化大革命 其实我的目的大概都是只有一个 就是将他... 即是他就会将自己 变成一个... 刘邦了 他很喜欢这些... 历史 刘邦有什么呢 刘邦得了江山之后 就将他帮他打江山的那些所有的兄弟 全部都整死了 不同程度就所有都整死了 所以他就学刘邦 就将所有他身边那些... 周恩来、劉少奇、彭德怀 最好將所有可能有權的人全部都把他剩下 然後才到自己去死 那就不會有人鞭屍了 到最後他也達到這個效果 當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很多人都覺得他鋪好路給鄧小平 但這個就有得爭辯了 因為他的Official 承繼人就是華國鋒 但是無論華國鋒也好,鄧小平也好 我想連毛澤東自己也想不到 就是後來承繼共產黨江山的人 到今天都仍然需要毛澤東的神主派 來合理化他們的政權 這個可能連毛澤東自己也想不到 因為本身共產黨在1949年得到的天下 其實就是一個不合法的政權 因為只是靠武力去奪取 這些就是後話 所以在那時候誰死,誰要看醫生,誰要做手術 全部都要得到黨的手術 所以回到董建華 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他是國家領導人 雖然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領導人 即是一個花瓶而已 即是政協副主席 還是前的 但是始終也是這樣說 因為他是第一任的特首 幾乎幾乎或者是一個很Iconic的 所謂香港人 變成一個國家領導人 所以他有他的重要性 很肯定毫無疑問 當時董建華真正宣佈逝世的時候 共產黨一定跟他風光大壯 把國旗都蓋上了 歌功中德 這個也挺肯定的 所以大家就在那裡等 等董建華什麼時候死 當然是很荒謬的 如果以前有聽我們北上頻道 聽我做北上頻道 我都講過了 為何江澤民死了這麼多次 甚至就是早一段時間 選擇宣佈江澤民逝世 那是否真是一個逝世的日子 這個也有得推敲 為何會是這樣呢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 這也是其中一個轉移視線 就是 因為白紙當時江澤民死的時候 剛剛捱著疫情之後 白紙的運動 那麼 黨可能是不想那個焦點在白紙運動那裡 然後就推了一宗叫做 江澤民之死 然後又將他搞大 還有共產黨有一個強項 消費死人就是最 最擅長的 因為死人是不會出聲 任你講 任你說 就是這樣 以前譬如共產黨 我覺得最精彩的就是消費魯迅 因為魯迅是反國民黨 他又短命早死 反國民黨就變成撐共產黨 毛澤東也說了幾十年 就是 就是 魯迅就是一個 支持共產黨的人 但是大家如果看過 魯迅的歷史就是 很明顯 如果 很慶幸魯迅短命 如果魯迅是長命的 熬到1949年之後 他必定坐牢了 神經病 他怎麼會是共產黨人呢 但是 中國 即是共產黨 消費死人就是一流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接下來怎麼消費董建華 所以 學一下 死不死呢 如果你作為一位 共產黨人 或者共產黨鞭皮的 所謂叫做 支持共產黨的民主派人士 以前 這些人 都會明白這些道理 所以這個就是 為什麼到今天 還未宣佈董建華之死 就是這樣 也解釋了 為什麼當年江澤民 可以死這麼多錢 因為 最後死不死 就是由黨一錘定音 回到董建華 董建華 其實沒有什麼值得 香港人去懷念他 就是 我想懷念 那種不是叫懷念的 真的沒有什麼好懷念他 但是會很記得的 很多 我想每一任 九七之後 其實每一任的特首都好 都好令香港人黑骨銘心 越來越黑骨銘心 因為 那個傷痛 那個傷痛是越來越大 第一任的董建華 如果我們都去到今天 都在李家超年代 你可能真的有一點 是會懷念董建華的 因為 起碼都給大家很多 在艱難的日子裡面 都給大家很多 笑料 我也記得 那時候 我經常看董建華的新聞 當看周星馳 那時候大家都很不開心 記不記得 金融風暴 後來沙士 2003年 又有張國榮的誓世 又有梅耀芳的誓世 大家都很... 都是董建華年代 見到他 大家都一吐氣 因為 大家當時都不知道 後來還有 還有梁振英 還有林鄭月娥 還有今天李家超 如果知道的話 你會覺得董建華挺可愛的 還記得董建華 也有人為他出漫畫 是不是? 還有他那些 金句 問過記者 陳參你貴姓 大家還記不記得 或者還有那些 香港好,中國好 中國好,香港更好 很多這些金句 我還記得 很多景象會浮現出來 我還記得 不記得哪一年 在立法會 華叔 華叔問他 一定... 年份就不記得了 但一定是 江澤民說了 這個 有些時候是 那些時候 那些時候 我記得華叔 這樣問他 就說 在答問大會 問特首 他說 膚淺... 等一下... 天真和膚淺的分別 天真很明顯就是 naive 然後 董伯伯怎麼回答他 董伯伯就說 不知道是你的中文 好過我 還是我的英文好過你 他很喜歡搞這些 爛鏡的 那時候 然後他真的回答 華叔 他的答案是怎樣 我記得 我記得他的答案就是 大概 希望沒有記錯 他就說 天真就是naive 有些膚淺就是膚淺 不知道說什麼 大概是這樣 所以董建華也帶給大家 很多的歡樂 你說董建華有什麼成就 當特首的時候有什麼成就 至少有一點 真的不可以忘記 董建華是第一個人 第一個在香港 可以喊到50萬人 上街創造第一個紀錄 大哥 大家不要 真還真 老懵董 但是老懵董 其實也有他的power 在這裏 大家不要 大家可能都不記得了 在03年 50萬人走出來之前 OK 香港人上街遊行 最多都是 最多可能都是幾千人 已經很震撼 甚至 四五行到那些 真的是四五十人 大哥 所以民主黨 號稱香港第一大黨 有幾何召喚到 召喚到五千人 我都說你很震撼 但是你看看董建華 多厲害 一個人可以召喚五十萬人上街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董建華 一生裏面的成就 包括他 計算他重傷 OK 即是東方海外有什麼成就 差點在他手下都破產 不是李嘉誠那些救他 他都死了 所以我覺得他一生人裏面 最大的成就一定就是 召喚到五十萬人出來上街 當然啦 這個紀錄 後來就在2019年被他更厲害 林鄭月娥 在2019年的六月份 兩度打破他 先是一百萬人 再是二百萬人 所以呢 就是 不要小看他們 很厲害 一個林鄭月娥 一個人都可以召喚二百萬人出來 那不是開玩笑 我們不敢 我們沒有人敢 偷林鄭 或者還有老懵董的光 很明顯 他們倆的功勞一定是最大的 一個就是 用23條立法 另外一個就是逃犯修訂條例 所以 就是 都應該要懷念一下董建華 那 沒有什麼啦 就是 自董建華之後 因為可能真的太過老懵董 那 就是 他爺爺 都已經 暫時 在可見的將來 應該都放棄了所謂叫做 商人治港那一套 那 暫時力任特首裡面 就以董建華 就 是很代表著商人的階級 還有其實那時候就是上海幫當道 上海幫就很照顧香港的商家佬 也是很合理的 因為在那個 我經常說 說歷史 就一定要說時代背景 在 在 回歸第一任的特首 那怎麼盤算的 都是製造那個歌舞聲平 還有就是 董建華符合很多條件做當任的特首 還記得他的對手 畢竟是選出來的 他的對手是大發官楊鐵梁 大家還記得那些 畫面 選舉的畫面 哇 挺有型的 唱票 董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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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記得嗎 那 不重要 這些是小圈子選舉 但是起碼他符合到的 Please到 剛剛 移交政權的英國佬 因為英國佬都很喜歡董建華 因為 利物普球迷 英文很快 又是做生意 不是很政治感覺 又不是很土頭土腦共產黨 所以是很適合的 當然 做下去 大家都知道他不對勁 因為他真的不對勁 從商 其實他已經一般 從政 他老又轉得不快 經常都 他經常都有他口頭閃 適當的時候 我就會交代 因為即時 他很多事情都回答不到 後來 甚至連信心都沒有了 然後 找了一個很難的藉口 明明是 香港人趕他下台 但是最後他又拿回 那個菜 記不記得他怎麼下台的原因 就是董伯伯說 他說 不行了 我現在的腳站得久 是會很痛的 那一年之後 他就下台了 但是他在說 這個 腳站得久 很痛之前 他又不是這樣 對香港人說 他說 退出是很容易的 留下才是很難的 所以 老猛董 其實一說 回到 都 有很多 很多歡樂 雖然那時候 真的很 很艱難 大家 特別是2003年 那一年 再加上 SARS 樓價跌到 媽媽都不認得 還有那時候 很多 還有香港人 發明了燒炭 也是董建華的年代 簡直是差點拿 專利 是香港人發明的 記不記得 在長洲的度假屋 東提小竹那裡 經常有人進去自殺 社會也是很不開心 但是 唉 真的很唏噓 2023年的今天 回頭 蛤? 那時候你也說不開心 那現在算怎樣? 我們立即有這個反應 即是立即 已經疾阿傑斯 啊 大哥 現在不是更艱難 這樣 所以你說 回歸 這個 所謂回歸 即是 換了殖民主 其實 換了一個更難的殖民主 然後由1997 到今天 2023 香港人哪有好日子 每個人呢? 對吧? 所以為什麼大家 經常懷緬過去 連新新代的梁天琦 都要說一聲 光復香港呢? 唉 所以 沒什麼好說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值得香港人去懷念董建華 但是大家準備啦 又準備這個 就是 緊跟黨路線的香港政府 又看看搞什麼 譬如說 舉例 下半期 這些一定會做 還有 就 雖然大家都不太看電視 但是 應該也會有回一段短時間 我猜而已 我真的未必會做的 我猜他也會做一些 叫做 在默哀的期間 就 不准播放太多的 太過有娛樂性豐富的節目 那些都會的 所以 唉 真的不懂怎麼說 那麼 有空 拿回一本 董建華的漫畫出來看看 看回你就會幾開心的 你在這裡 後面 看回你 離開 你 在這裡 你 太扭了 你 你 你看